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晒全家福庆父母结婚30周年 爸妈是我的榜样,爱是最好的教育 先来看一下杨子这些年的成绩 杨子1992年11月6日出生于北京市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2010级表演戏本科班 是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 2002年,出演古装历史情感剧《笑庄秘史》 开始展露头角 2004年,出演青春校园喜剧片《女生日记》 被提名第12届中国电影童牛奖 优秀儿童演员奖 之后因主演情景喜剧《家有儿女》被观众熟知 2012年,出演惊悚悬一片《手朱人》 并获得第14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新人奖 2013年,加盟青春励志偶像巨花飞花物飞舞 2014年,主演近代革命史诗剧《战长沙》 2016年,主演都市职场女性剧《欢乐颂》 被提名第29届中国电视精英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 第23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奖 在出演《家有儿女》一角被全国人认识之后 杨子选择将时间和心思花在学习上 在北影接受了一系列的专业训练 从夜十年,她一直没有脸谱化自己的性格和演技 所以身上也没有固定标签 她在荧幕上不断尝试颠覆突破 这样一位屡获大奖作品不断的优秀女演员 不由得让人想要了解一下她的家庭出身 杨子的父亲是消防员 从事着非常危险的工作,也让人敬佩 她的母亲从事什么工作呢? 我们必须做一个具体介绍 杨子的母亲名叫马海燕 马海燕是个优秀的配音演员 她曾经给许多著名的女演员配过音 比如刘涛、刘亦菲、赵丽颖、蒋欣 崔锦西在《甄嬛传》中因出色表演而广为人知 尤其是她的声音格外引人注目 其实崔锦西也是杨子的母亲马海燕给配的音 有这样一位在事业上精益求精的杰出女性作为母亲 在专业方面,杨子必然可以得到更多的指导 哪怕从小的耳濡目染 也要比同龄的孩子往前走得更远 杨子在微博上对父母的祝福 言语中宛如绕在父母吸头玩耍的小女孩 幸福易于言表 在爱的氛围中长大的孩子 会清楚地知道自己值得最好的 最好的感情 最好的事业 最好的生活 因此 她有信心有勇气 可以用执着的付出去获得想要的一切 因为,她值得 杨子说父母是她的榜样 除了杨子今天的成就 与优秀的爸爸妈妈分不开 更多的可能是来自于父母相亲相爱的良好家庭氛围吧 在和谐美好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杨子 个性得到充分尊重 兴趣得以充分发展 人格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和保护 她没有被束缚 没有被限制 所以她才可以没有表演的框架 她可以凭借着喜欢和突破自我这一出发点 去选择她想要表演的人物形象而毫无压力 她不必左顾右盼去看别人的眼光 她只需要为着目标去努力就好 她快乐地感觉着生活的快乐 愉快地拿着一个又一个通过努力表演而获得的大奖 生活与事业都没有向上的终点 只要喜欢 就去争取 看到有哪个角色自己还不曾尝试 就去生活中体验 就去镜头前演绎 而每一次演绎都能得到广大挑剔观众的认可 为什么呢? 因为杨子在完全没有偶像包袱中成长 她在不断强大自己 体验哪一个角色她都能将自己恰到好处的融入其中 一个幸福的女孩 因着原生家庭的充满幸福与温馨 她一路走来变得越来越好 她值得观众为她献上的一个个赞美